哈喽大家好 我是有话之说 有房试听的飞云 今天我们来到Kandala这个社区 在Richmond 分享一套Western Homes的 两层的最便宜的房子 Kandala这个社区的学区 全A的小中高全A 所以呢也吸引到了很多的 我们华人来这里安家 那另外一个 他离中国人也是比较方便的 大概开车25分钟3分钟以内 包括到达亚洲城 开车那里是20分钟以内 所以呢特别是我们华人的亲迈 那今天这套房子呢 它是四房三位的 只要41万4500块 目前在Western Homes这里是最低的 Kandala这个社区呢 它也是由Johnson Dividend来开发的 那么这个开发商呢是整个修正 或者说德州呢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开发商 非常可靠 我们现在看的这套房子呢 它是一个住西朝东的 那么可以看到整个的一条街大家呢 基本上都搬进来了 只有这么一套房子呢 还在卖 那也就是说买这个新房呢既住了新房 也不用去担心隔壁在搞建筑啊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客户也这么讲 但实际上呢 它建的速度是超级的快的 我们去年10月份来这里还有很多房子在建 你看现在全部搬进来了 所以呢不用太过担心 那这套房子它是四房三个权位两层的 建筑面积是2203尺 散地面积呢是5296尺 物业管理费751年地税3.15 学区呢是3A的 那我们进去看一下这个房子 那这里呢有一个门外的这种路户啊 所以呢也是很好的保护咱们的门 不会是说被雨风吹雨打 地呢它用的是瓷砖的 那一进来就是一个半旋转的楼梯 那Western Homes呢我们大家都知道 它的户型呢是特别漂亮的 是也是特别受我们华人的青睐的 那从这边呢右边我们从右边 走出去呢是它的车库 这里是它的mother room 那是一个两个车位的车库 看你外面灯 这里 热水器呢是这种直热的热水器 像这种呢就是会更用的更耐损一点啊 应该这样讲 另外一个就是它热水呢热得更快一点 在车库里面呢比较好 比如说坏了什么的 维修换了都比较容易啊比较方便 在我们的左手边呢这里是一个储物间 这个储物间很大 可以做鞋柜 如果是我的话我用来做鞋柜 那么右手边呢就有一个卧室 它一楼呢是有两个卧室的 衣帽间呢在里面 那门呢所有的门都是八尺高的门 那里面呢就是个权位 Western Holmes老实说它的用的材料质量并不是第一的 但是它的结构互形包括它的这种门呢是做的相当大气的 那么继续往前面走你看它四尺面宽的它能做八尺高的门 基本上很少有建商这么干的 那这是它的洗衣房这里呢有个衣帽间 那继续往前走就是厨房餐厅和客厅一体的一个敞开式的开放式的 它这个还做了金色的马索的 柜子呢它用的是浅灰的还比较洋气 水龙头是黑色的 这个呢也是一个黑色的像陶瓷一样的 台面呢用的是石英石的 它整个的包括中间的导台呢 它也是有做把手的 那么去看一下主卧 这是它主卧 因为2205尺座四房三位呢还是略紧臭 但如果是说一家三口一家四口住的话是完全没问题 这洗手间 你看它还做了独立的浴缸啊 这一点的话它比很多的建商还是大手笔一点 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升级 那在我们的右手边呢是淋浴房 它这个黑白配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黑白配 比较经典 那这里呢就是它马桶间的 衣帽间 主卧的衣帽间 我们去二楼 它这个户型呢也有2400出头的 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房子呢它就少了一个游戏房 也就是说它没有游戏房 如果对游戏房没有要求的 那这个房子还是非常好的一个地友 41万4500 那一上来呢它就是两个房间吧 这是一个房间 那么呢 就是连着的两个房间 那这里呢就是它的一个卫生间 你如果是多一个游戏房的话 基本上这个房子就到了44万多45万嘛 我们去看一下它后院 它这个路户看来是很高大上来 也就是说这个价位 包括这个尺寸 做的比较大气 客卧和二楼呢都是地毯的 包括主卧 所有的卧室 那么去它后院看一看 这个社区呢也是比较多的华人 因为我们就有挺多客户呢 在这个里面 那这是它的露台 这里呢有一点列啊 就是大家看到这种不要去害怕 跟地基呢 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因为去年呢确实是比较的干啊干旱 所以我们可以普遍看到去年建的房呢 它的这种开列的列纹呢 比以往要往年的要多很多 大一点 我的意思 这就是它的后院 空调呢在这里面 因为我们今天下雨啊 就不过去看了 好的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您是第一次看我们的视频 请记得点评关注转发 如果您有房载 休策需要卖买出租管理 请联系我们 或是飞与美国休策房地产经纪人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记得点赞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关注